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马 步 炮 弓兵 资重五颗 基本上摒弃了清政府之前八旗军 陆营军和香淮军的旧制 用标准的军礼替代磕头 用口令代替了击骨名裸 最一目了然的变化是军装的扬眉中用 官兵的衣着服饰不再是清军的陈旧好衣 而改为仿制的西式军装 有靴子 有防腿 军官服装肩部和袖口处都缝制有红色的关节标志 袁世凯深知清朝旧军队的陋席和弊端 因此首先从兵援方面抓起 他招募的新兵年龄必须在20到25岁 身高1米7以上 身体强壮 双手能同时平脱100斤 走路要一小时走20里 这个旧军队的弊病除了军队的组织形势之外 军队的纪律松弛 八旗子弟跟陆英兵根本就没有战斗力 他们也有这个西式鸦片的 都是由王爷呀贝勒呀推荐来的亲属 到这儿来混这个 一个月三两三千银子来的 就是早饭闷 根本就达不了仗 也没有纪律 袁世凯还重金聘请了十几位德国教席 官兵使用的武器 全部是从国外构进的 炮兵装备的是德国炮 步兵使用的是奥地利制造的曼利夏步枪 骑兵用的马枪和战刀 也是奥地利曼利夏生产的 军官用的配枪和配刀 则一律是当时最先进的六响左轮手枪 和德军军官用的配刀 他用的这个武装呢 器械 都是老百姓从未见过的 所以这个新军在这儿一训练的时候 老百姓特别好奇 像看西洋景一样 袁世凯一方面用小恩小惠 让士兵对他感恩戴德 另一方面 袁世凯还用极端严格的纪律 约束他们 他制定的20条简明军律 其中有18条是以斩首论处的 人称18盏军规 袁世凯经常有巡营的习惯 有一天晚上 西灯号已经吹过 袁世凯发现有一个兵营 竟然还亮着灯 这已经违反了军纪 于是袁世凯亲自前往查试 发现有一名士兵在角落里抽烟 他大为恼火 当即严惩了这位士兵 袁世凯一旦发现军中 有人吸食鸦片 无论军官士兵一律除斩 在他的严刑峻法下 整个军营再没人敢沾毒品 袁世凯组建新军 最初的帮手 无不是沾亲带故 比如徐世昌 是他少年时的朋友 徐世昌比袁世凯年长四岁 袁世凯一直以大哥相称 徐世昌来小战后 作为袁世凯的参谋长 徐世昌贵为汉林 满腹文采 他为袁世凯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写了一个招兵告示 六个字一句通俗易懂 袁世凯极力称赞 之后他又让徐世昌等人 帮他编了一些顺口溜 让士兵背诵 灌输封建伦理 升官效忠的思想 还编制了兵法的图册 让不大十字的士兵一看图 就能一目了然 参照图画进行操练 比如劝兵歌中这样写道 一兵吃穿百十两 六品官奉一般同 如再不畏夺出力 天地神鬼必不容 你若长计此等话 自然就把头目升 如果全然不经意 轻打重杀不留情 除了给士兵灌输 听命自己的思想 袁世凯更注重笼络军官 在收买人心方面 有一套特别手段 袁世凯帐下 有个文案叫软中书 因文笔出色 而受袁世凯重用 有一天 软文人在天津租界 结识了一位 封臣女子小月 当时软中书已有欺世 他想纳小玉为妾 袁世凯知道后 力声呵斥软中书说 你小子不知道 这是在军营吗 纳妾 不怕影响不好吗 软中书只好放弃了 纳妾的想法 过了半个月 一天晚上 袁世凯突然召见软中书 说要带他去天津城里玩婚 原来 袁世凯表面拒绝了软中书的要求 暗地里却派人购置了宅子 还装修布置了新房 替软中书操办了婚事 从此之后 软中书对袁世凯忠心不二 一生效忠袁世凯 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为袁世凯的亲信 心腹和北洋军阀集团的重要人物 也就是所谓的小战班底 小战班底的成员 大致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怀军的老人 一是袁世凯的故旧亲朋 一是北洋武备学堂的教官和学生 这些人又逐渐形成了三个派系 老将亲兵 幕府文官 武备学员 袁世凯凭借他的小战班底 地位扶摇直上 很快登上了最高的政治舞台 成为晚清风云一时的人物 而从小战走出去的新建陆军 成了清末陆军的主力 袁世凯提拔的将领 也在民国初年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 放开中国近代史 从袁世凯1912年担任民国大总统以来 至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 北洋军阀集团统治中国的十几年 成为近代中国政坛军阀争权最混乱的时期 之所以称为北洋军阀 是因为袁世凯在天津小战 练就了一支新式陆军 由于这支军队 是在袁世凯担任北洋大臣时训练的 后来他把这支新式陆军 改为北洋常备军 简称北洋军 从此 北洋军成为袁世凯一系军阀专用 袁世凯掌握军政大权以后 他一方面不断扩充北洋军的规模 一方面大肆贿赂 拉拢清朝权贵 慈禧宠臣义匡等 拥有了稳固的靠山 袁世凯的势力也日渐强大 清政府见他权势太大 怕他夺权将他革职 袁世凯在家里穿着布衣 戴着草帽 成天饮酒钓鱼 做出不过问政治的样子 暗地里却仍然和北洋军阀密切往来 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没过多久 袁世凯重掌大权的机会来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 革命形势急剧高涨 此时清朝统治者已经无力应对 摄政王载风只能去请袁世凯出山 袁世凯打电报答复斋风说 我的脚有病还没有养好 担当不了这个重任 斋风看出来袁世凯在讲价钱 于是就派人去摸袁世凯的底 袁世凯的条件是召开国会 改组内阁 授予袁世凯指挥全国水陆各军的权权 斋风没办法 只好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 让他掌握全国的兵权 与此同时 革命党人在南京举行十七省会议 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 孙中山到南京就职 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并定这一年为民国元年 袁世凯此时并不想全力镇压革命 而是想逼孙中山辞职 由自己就任民国大总统 孙中山从革命事业大局出发 同意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 但提出清朝宣统皇帝必须退位 于是袁世凯在1912年1月16日 亲自出马相逼 当时宣统帝只是个六岁的孩子 主政的是龙玉太后 这一天 袁世凯一见到龙玉太后 就满面泪痕 还使劲地抽出了鼻子哽咽地说 现在到处是叛军 仅靠我手上的军队是难以抵挡的 除非皇上自行退位 换取优待条件 别无出路 龙玉太后听袁世凯正义说 早已下的六神无主 哭哭啼啼地答应皇帝退位 公元1912年2月12日 龙玉太后宣布 宣统皇帝退位 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王朝 到此结束 随后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布辞职 袁世凯做了民国第一任大总统 无数烈士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民国政权 就这样被阴险的袁世凯窃夺了 然而 袁世凯并不满足 有阴谋复辟帝制 妄图扭转历史的车轮